李老師,我們接下來就請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的代表,謝尚文 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的陽明醫學系大師的謝尚文 我們台灣青年氣候聯盟是一個由青年自主成立的一個環境MGO 我們最早開始的時候就是我們的創辦人去參與了聯合國的氣候變遷大會 然後他發現到其實在那邊各國的青年團體有非常積極地在遊說各國在參與氣候變遷的會議 然後藉由Action和Intervention去想要去創造更多的改變 那我們希望可以帶領更多的台灣青年氣候變遷的議題 所以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創立了台灣青年氣候聯盟 那這今年是我們今年有年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那大家知道今年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年,今年也會影響未來全球30年的甚至50年的一個巴黎協議 所以我們今年事實上非常積極地在談判會場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記憶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們在當時記錄的一個影片 我把它定名叫做The Power of Zero Society 它是聯合國大概這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公民團體在大會會場裡面發起的一個氣候遊戲 那我想先給大家觀賞我們的一個記錄 這是聯合國大會會場裡面首次有公民團體發起氣候遊戲 那這是在最終草案出爐的前一天發起的一個遊戲 那主要是因為公民團體認為今年的談判太令人失望 我們希望的人權相關的法案、相關的條約、發發氣候正義 甚至是一個有明確的時間表的減量錄、減量時程都沒有被放進今年的協議中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讓各國代表更了解到 島國人民他們的心聲還有公民團體對於這次氣候協議的一個期待 所以我們在場內發起了這樣的一個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大家在場內高喊的就是 就是氣候正義 那什麼是氣候正義呢 就是一些有高台辦的國家應該要付出 應該要付出相對應的一個減量的一個責任去 讓那些低度開發甚至弱勢的國家 可以在氣候變現下可以生存 這就是我們想要去藏一個氣候正義 那它也包括了其實對於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世代之間的一個很平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遊戲事實上涵蓋了非常多的國民團友 然後它關心原住民權益的、關心未來世代權益的 關心人類的健康權、婦女權益的等等 我們也有參與這次的遊戲 這是在氣候變現這個議題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匯集了非常非常多 關心不同領域、立體的團體 然後在氣候變遷大會的那個場合 眾眾同學有氣候變遷這個議題開始 然後去為自己關係的那個議題發聲 我覺得這是在氣候變遷大會裡面工業團體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我覺得是我很感動的一個地方 好那因為我們是屬於青年團體 那平衡國底下其實有幫各個NGO去分類他們的 幫NGO分類分成九種不同的concyl區的職業 那青年的話是屬於 立合國底下的Yungle 就是Youth NGO這樣的一個分類 那Youth NGO實際上在立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的框架底下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非常帶來的非常特殊的角色 因為青年團體是唯一可以在 在COB裡面發起 藏意和抗議的行動的一群公民團體 所以有非常多其他的公民團體 譬如說環保團體或者是 關心其他的原住民 關心原住民或公民一些團體會去找 會來找我們青年團體一起合作 然後在立合國大會會上發起很多的藏意行動 那我們每年都會有 我們每年都會為我們大會設計一些目標 那今年我們青年團體的工作重點就在於 以下這些包括我們人權的條文 長期目標、日經損失去損害 以及這個巴黎協議的審查機制 那我接下來會由這五個點去分別的介紹 我們的觀點還有就是會議的一個結論 那就人權條文的話 那這次最令人震氣一點就是 我們其實公民團體很努力的想要 然後將人權的條文推進氣候變遷的協議文本中 那其實在12月4號的時候 就是由歐盟和美國他們的談判代表 就是將我們努力了很久 想好不容易把人權相關的條文 譬如說世代爭議啊 原住民權利、健康權啊 性別評審等等 從R.E.C.O.2裡面刪 目的這個R.E.C.O.2裡面刪掉 然後只留下了human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然後他們的理由是因為這些支持太多了 他們想要精簡化這個R.E.C.O.2的目標的這個條文 那這是引起了所有公民團體非常的憤慨 所以在12月4號之後就 公民團體的行動越來越積極 尤其是在最終版的出來裡面 甚至把所有人權相關的條文都刪掉 然後最後的目的只留下CVDR而已 就是我們真的很希望是 今年CVDR可以回到 可以是一個以人為本出發的一個系列 它可以有很高的一個人權的概念 那很可惜的是最後的大力協議 還是以國家為主體 那我們的想要擺進去的很多人權的協議 都還只是在存在前年的一個階段 那整體來說的話我們會認為 是今年的CVDR 今年的CVDR事實上是這五年來 談判的一個成果的極限 那如果大家有在關注這五年的談判的話 實際上從一開始得罪名才成立 到第一版的協議我們可能有八十幾年一百多年 到最後的最終協議二十幾年 其實讓它從原本有非常 每一個條文有非常多的選項 壓縮到非常精簡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一直很期待 然後我們一直其實一直在倡議的是 那些比較積極的選項 一定要被打入最終的協議輪作 那整體來看的話今年的最終的協議是 大概是百分之六 達到公民傳理百分之六十到六十的一個期待 就在中間偏少的一個期待 但是還有非常多的條文 事實上沒有 有很多我們希望放進去的條文 並沒有可以放進去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人權意義就是其中意 那第二個就是長期目標 那其實在如果大家有在關心之前 呃各個草案版本的話會發現 呃長期目標這個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的選項 包括有一個選項是 在二零一零二一零零年的時候 二零五年的時候 全球碳白方向回到二零一零年的一個水準 這算是應該是裡面最積極的一個選項 就是它明定的一個全球碳白方向的目標和實成 那我們一直很期待這樣的一個目標 可以被放進巴黎協議的溫分裡面 因為我們認為 巴黎協議應該是影響未來五十年四十年的 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協議 它的長期目標應該要 要彰顯這個實在對於減碳的一個決心 但是很可惜的是 最後的長期目標 只有就是溫度 深溫目標 一個模糊的一個深溫目標 那雖然有把我們長期的1.5度C放進去 但是它的減量的時程 事實上是很模糊的 包括它的 它沒有明確的選項目標 然後碳中和的條文 被修改為另外一個形式 就是因為中國一定不希望碳中和這個詞 進入最終的協議中 那也沒有鄰定的碳白方向 這是我們認為比較可惜的問題 那而且加強到目標 雖然各國有很 我們很樂見各國自己 終於提出了RMDC 自主的一個減量目標 但是目前的各國RMDC的一個雄心 呃 是有點不足的 因為 因為就算把目前各國RMDC加起來的話 全球生活可能還是會超過3度C 那 這是我們期待的事情 呃 各國的 談判應該是要有更 更有更積極的目標 那下一個你認為談判的一個重點 會是2018 因為 呃 那 會作為聯合國 呃 西游邊前 鋼藥工業每五年 檢視各國檢探的一個進度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指標 那 我們認為這個是 這個接下來最重要的一個 呃 談判最重要的一個交演 因為它會決定 它等於就會決定說 到底 全球 未來的 減量的時程會是 漲成量子 那這個MDC的話 事實上它有包括幾個很重要的機制 第一個它的內容上 它應該要包含減環和橋式的內容 然後它的 呃 提出上它應該要符合環境完整性 以及透明度這些的營煉原則 那搭配 我們可以再回來看一下台灣的MDC是 呃 它的內容 還有它的提出來的方式 那台灣MDC 那 大家 如果剛剛 剛剛有聽 林老師 演講話就會知道 台灣MDC的內容主要是以 減碳為主 就是台灣主流的觀念 西游邊前是一個 減碳的一個議題 那 呃 它提出來的過程中 事實上有沒有參與公眾的意見 那我們認為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有非常多國家的MDC 他們事實上是 政府先提一個版本出來 然後有公眾討論過後 然後才會抵出最後的版本 像日本就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 我們論理上的模式 事實上在台灣的氣候之比上 應該是要被落實的 所以我們其實很期待 台灣如果接下來要提問MDC的話 希望可以 就是 呃 走這樣子 希望可以納入更多公眾的一個意見 那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在文管法裡面有提到說 台灣要有一個結段管制目標 那結段管制目標就是類似英國碳運算的概念 就是我們會規劃每五年台灣可以裁的一個碳量 那這個就是結段管制目標 然後它也是以五年為一個週期 所以它跟聯合國的這個五年審查 其實是相提的 那目前環保署正在訂定相關的一些 呃 呃 原則 和 怎麼樣訂定這個結段管制目標的方法 但是 呃 呃 沒有很多 目前 呃 環保署是說明年一月會公布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結段管制目標的一個細則 但是 呃 一樣的就是 我們沒有看到有非常 廣泛的一個公眾 意見的一個採納 那我們認為這是很不足的 我們認為 呃 在氣候制體上應該要有更多公眾意見的一個採納 那再來是 呃 新年團另外可能關心一些損失與損害的部分的話 呃 呃 今天的損失與損害的條文 呃 事實上是 呃 離公民團體的期待相差非常遠 它 我們原來期待的是 損失今年的離開八國家可以復習 去損失與損害的一個賠償的一個責任 但是最後公約的條文寫的是 這個 這個 呃 並不能作為 呃 呃 賠償的一個當責性的一個基礎 那就是 呃 另外另外 呃 存自從來的條文也沒有去提到任何的資金的機制 還有 離開八國家賠償 這些 呃 地圖開八國家或是國家的 一個 資金的來源 都沒有提到 所以今年呢 就 這個 但是 我們也很期待接下來 未來 2020年以前才會有很多次的公約談判 可能 這樣的一個議題 因為這個議題其實很新 它20 2011年的時候才會第一次的提出來 那我們也很期待接下來的談判 我們也會積極的去有說各國代表 然後想辦法讓這樣的觀念可以 呃 在公約中有更大的一個影響力 最後這個資金的部分 對 剛剛指導說 今年有非常多的一個資金的一個成本 但是 它其實 呃 它的協議裡面寫到的每年一千億美金的 氣候基金事實上 還有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 很大一個 很大的一個距離 要去努力 那 呃 目前各國對資金的承諾事實上 並沒有那麼的高 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解釋 目前資金的形式 其實上並沒有 還有它的規管並沒有明確 譬如說 各國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在投資這個氣候基金 是 呃 現金嗎 還是股票 還是借貸 到底 這個資金要有什麼樣的形式去 呃 可以是可以是什麼樣的形式 怎麼樣我們要 我們怎麼樣可以去避免 就是各國 藉由綠色的氣候基金去 有些補拔的操作 甚至是洗錢等等的 這些規範事實上 在今年並沒有那麼深入的去談 去提到 那我覺得這是未來 談判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要建立一個 有透明度有公信力的一個資金制度 各國我們才有辦法去要求各國去 呃 投入更多的資源 在一個氣候基金裡面 然後另外就是 最後就是我們 呃 這次代表團 從國外看來 對台灣的一個 呃 觀察 那 我第一個我們覺得 最重要的是台灣的 台灣的 台灣的NDC 台灣的NDC和五年款階段管制 不知道到底要怎麼樣 然後他是不是可以符合一個公眾參與的一個原則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第一次人 將台灣的氣候制度納入公眾的意見 這是 呃 這是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 呃 剛剛子龍老師有提到 就是能源轉型還有產業轉型的部分 就是台灣現在目前有很嚴重的P225的問題 然後我們又高度依賴外國的能源 然後我們產業轉型也是一個實質的狀態 那氣候分線可不可以視為台灣產業轉型的一個機會 讓台灣的綠色產業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那 呃 我們有很多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運用 剛剛子龍老師有提到的 呃 化石燃料補碟的改革 還有甚至能源水 還有電壓 電液法的改革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運用的政策工具 那這些政策工具裡面 我們在使用 我們在討論這些政策的時候 是不是都有把氣候邊界 把減碳放在原則核心的概念 甚至是現在台灣還有很多的高耗產業的政策環民 還沒有 還在一個討論的階段 然後這些政策環民是不是有把 台灣未來的五年階段環增入表 甚至是 呃 台灣NDC 的一些 呃 Commitment 帶進去 這都是 呃 這都是 未來在這些政策裡面是 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再來的話就是 呃 集結金錢工具有提到非常多 調適的一個問題 那台灣事實上被世界銀行評比 為是 呃 全球脆弱度 呃 呃 名列其好的國家 但是我們的 呃 紀後變遷的立法裡面 事實上 調適是 調適一直是 呃很缺乏的 那目前之後 國發會提出了一個調適綱 那 會來的話 調適怎麼可以成為 是一個施政 一個必須要考量的一個核心 就像 就像譬如說政府的 呃 採購法裡面是不是 應該要考量調適 我們就 可能就不能用 最低標的方式來 去呃 呃 進行我們的公共建設 我們應該要考量更多 更具任性的一個 一個公共建設的方式 等等 這就是調適法的立法 這些都是我認為 台灣會來要去 呃 在西洋政策的治理上 應該要更低的一個方向 然後最後就是 青年還有公民團體 在氣候 呃 台灣在全球氣候 呃 談判上應該要辦 有什麼樣的角色 那 呃 事實上我們 有去訪問非常多的 國外的一些 呃 呃 旅會的代表 或者是青年 呃 事實上他們都認為 台灣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 我們無權去參與 談判桌上的談判 但是 呃 台灣最好的一個 氣候外交 就是 我們把自己的 我們把自己變成全球的一個 氣候 在氣候政策上的一個無法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調室 我們把我們的減款做好 那 讓各國來學習 台灣的減差和調室 這就是台灣最好的一個 呃 的一個氣候外交 好 我們 我們 我認為這句話其實非常貼切 因為我們的環保署 呃 每年都會去參與氣候變成大會 但是 我們其實很少去審視 到底台灣自己到底做了多少 我們到底做了多少 我們到底做了多好 我覺得 呃 我們會認為其實 回歸到台灣自己本身 在減碳和 呃 和調適上的一個政策 去把呃 去把台灣的政策做好 事實上 對於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 我們的不管是外交 我們在談判 呃 困境上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 呃其實我們今天在會場裡面 進行了非常多的行動 包括我們有參與 呃 亞洲青年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論壇 然後有發表 呃 亞洲青年的一個宣言 去呃 呃 倡議化石燃料補貼的 呃去除 然後另外我們有參與 非常非常 如果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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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聲音 但事實上就是我們啦 大部分就是我們 對 然後我們也有參與就是 製作就是幫 呃很多工作小組的一些文宣啊 還有 呃海報等等的 那另外我們上禮拜也有舉辦了就是連線會議 然後讓 呃 呃台灣的朋友可以跟我們國外的代表 可以有一個 呃 近距離的互動 那最後我想說的是 呃 這是我們去當地 呃訪問一個法國的一個氣候 呃 法國的一個青年 他是 呃 聯合國兒童教育 兒童教育 兒童教育進行會的氣候的大使 然後 他從 十幾歲就開始參與 氣候變遷的會議 然後去進行很多的游泳 去非常積極的關心這個議題 尤其在兒童和未來是 未來是在權力這個方面 那他其實告訴我們 他 他 我來訪問他的時候 他要告訴我們一句話說 就是氣候變遷這個議題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 呃 我們 是因為我們是在於 我們的人民可以改變它 而不是那些在台灣的路上有一個道理 那 我覺得 呃 Echo加他的法 他的這個 這句話 會 帶回台灣的話我認為是 說 我們除了 呃 在台灣我們 我們在個人層次上 我們常 在講到氣候變遷我們就會想到減減減碳 那是 可是事實上 呃 國際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經驗 他們 他們去倡議氣候變遷 是從 呃 是從關心政策 他們 從關心政策 他們國家政策調去切入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台灣有 台灣在今年6月通過了 我們自己的管治法 那 台灣現在其實有非常多的 氣候政策是在討論和審議中的 那 我們的 我們人民其實除了自己本身的減減減 在減減減減減上 take action 以外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政策觀音上 有take more action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呃 治理政策的權利由 我們的領導者們 回歸到我們的任務 我覺得是 呃 我們在這邊最大的一個感觸 那 呃 我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